西岭那片白魔鹰的栖息地 长久以来是飞行禁局 白魔鹰性情暴烈 有极强的领地意识 往往集体出战 所以战斗力极强 虽然它们是宋城西面最大的隐患 但是以往只要不触犯到它们的领地 也都很安分的 谁知这群白魔鹰竟然趁火打劫 云风四味 我们怕是守不住了 天鹰呢 同位 糟了糟了 天鹰因为产生了畏惧之心 现在全部都不停掉遣 什么 先不号令 起飞 你 起飞 起飞呀你 它们在惧怕什么 天鹰和白魔鹰同属于鹰妖一族 它们虽然被驯化 但骨子里留着的还是鹰妖血液 白魔鹰族发出的威胁之意 使它们产生了畏惧 从而放弃抵抗 这群部中用的东西 还有最坏的结果 是什么 无话快说 怎么回事 我的天鹰不停闭雷了 我的也是 怎么回事啊 给我安静啊 还是不行 安静 都不要翻变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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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坏的结果 是出现一只君主级的鹰族 天鹰一旦感受到君主的可怕气场 就一定会发生叛变了 现在这就是叛变的前兆啊 君 君主级 为防止天鹰叛变 得立刻将它们统统杀了 你只能这样了 还愣着干什么 难道想要再被彻底摧毁吗 杀 快给我杀 市民们 你们现在所见的 就是之前出现在闹事中的夭折 他同时也是这次温病的根源 长久以来 他一直秘密地栖息在应岳湖之中 今晚只要你们支持 我助盟就代表魔法宫廷和审判会 将他诛杀此地 永绝后患 杀了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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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不会在自己最虚弱的时候回来的 你一定早就知道有陷阱 却还是为了我一无反复的回来 所以我被弯压的时候 寻蛇确实是向我发出预警了呢 是我害了你 小心 快再强行冲出来 这 这是怎样的毅力 快 快抓住他 别让他跑了 不 他不是要逃 毒鼠极其灵敏 地面上再细微的震动 他都能察觉 所以我们只能守在鼠洞边上 等他自己出来觅视 可我时间紧急 他要是一整天都不出来怎么办 放心吧 我观察过他的习惯 一会儿应该就会出现了 范哥 你上次赶过去帮上唐月老师了吗 唉 能帮玄蛇洗脱冤屈 才算帮上了唐月 真不明白 为什么总有人跟动物过不去啊 是啊 不管是我的吉星狼 还是你的天鹰灰 甚至是现在看似 对人类有巨大威胁的玄蛇 我都能感觉到 他们已有真挚的感情 对人类是善意的 人寿之间 本应彼此守护才是啊 也不知道灰现在在哪儿 是不是安全 我去 火子 跑了 跑不了 鱼蛇 鱼蛇 不错啊猴子 自从上次变化了领主流长 我的吐息进步好多 不错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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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啊